那说到2021秋冬系列 广告大片其实也有拍 那在这个系列当中 会有哪些你比较喜欢的元素或者单品 其实个人喜欢的就是单品有很多 但是我这次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件 是叫技能大衣 然后这件大衣呢 就是不管你春夏秋冬 就什么样的季节 你鞋都可以拿出来搭配 然后它可以有各种 不一样的搭配的方法穿在身上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觉得什么样的单品是最百搭的单品 男生的话 其实这个西装外套也是很百搭的 衣柜里会有多少这种西装的外套 没有具体的数过 但西装外套确实也是非常百搭的 像我们当时有这一身的造型 里面是搭这样的一个运动衫 其实也是很OK的一个搭配 很多的一个搭配吧 就是我之前有看到那个一个消息 就是说你看到热搜以后 下的直接设置了半年可见 所以你其实是会怕粉丝去考古的一个人吗 其实怕跨已经没那么重要 因为网络它是有记忆的 然后看到很多人都在搜我以前的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其实很有趣 觉得大家都挺有趣的 所以大家其实去搜那些东西 你其实也不会不OK对不对 我没有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 就是不能搜的东西在里面 反而也勾起了我一些回忆吧 就比如说我当时发一条微博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自己看着也笑了 那奥运会和全运会 有没有你比较关注的这样的项目和选手 什么游泳啊 然后乒乓球 羽毛球啊 这些等等的挑水啊 等等的分别注 看到我们中国选手拿金牌的时候 心里面是不是也会觉得 那当然了 我是中国人 很骄傲 很自豪 因为前一段时间 大家就在关注神中十二号 和这个太空出差三人组 你演的这个 你是我的荣耀里面 鱼土这个角色 其实也是一个旁天人的角色 受他的影响 你会不会也是格外关心 和相关的这些消息 有的 而且我觉得航天 其实是我们国人的一个梦 然后大家都会比较关注这一块 更何况我也演了 你是我荣耀里面的鱼土 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就会让我更加的 回去关注这些吧 会不会对中国航天 会更有情节 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 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 也多多关注我们中国航天 那今天我们也谢谢杨阳的做客 谢谢杨阳 谢谢 谢谢